那大概就是今天的內容 最後一個我們要來分享 就是我們要來邀請周中涵來分享 影響力問卷 那我歡迎哲偉 問那個王子 欸好像還沒有貼上去 他需要給他自己貼紙 欸好 等我一下下我可不可以去問一下職工 那個王子在哪裡 等我一下喔等一下喔 大家不要走開喔 請問那個王子那個影響力問卷王子 在最前面 在最前面 對 就是我們因為辦黑客中 也想聽聽看大家的 參與經驗 他還有就是 那個連結 這樣子 在一個很難找的地方 我以前也找不到 所以在整個活動說明的頁面中 有中文版的 填寫的表單 跟英文版的填寫表單 那我們都貼到 就是共筆這邊 OK 有嗎有嗎 你也可以點開來看一下 有 所以他就是一個像活動滿意度 以及就是如果有 也想要告訴舊中盤的訊息 都可以在表單裡面告訴我 那這主要是 就是我們還是會 看看大家給我們辦活動的意見 那裡面也會問到說 像你有沒有參加相關的專案 今天參與的心得 甚至你覺得 來社群來參加活動 跟去其他的場域 參加其他類似的活動 比起來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裡面有一些影響力問卷的問像 再請大家幫忙填寫一下 好那給大家可能 三分鐘的時間 可以簡單看一下 問像 填一下 這位有沒有聽到QRCO QRCO 剛剛那個動作 下面 是 是 音量放小 但是可以先分享一些訊息 下一次的黑客宗 是 9月29 929 沒有特別的原因 但就是選了929 那在 應該會在新店 新北市的新店 欸 北市去了嗎 怎麼了嗎 對啊 因為場地在新店 好 那 這是9月29 但是禮拜天 跟過往 我們都是禮拜六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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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六不要出現在南港州演員 好不好 所以 929 好 禮拜天 那 是在新店那邊 大坪林捷運餐附近 那我們還會再 空靠 相關的資訊 那 不過在 929之前呢 九中團 也有 去Cost Club 擺攤 所以如果 大家也 預計要去Cost Club 開一個人年會 在台客大 八月三號到四號的話 也可以來路過我們攤位 或者你有時間 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幫忙顧攤位 跟Cost Club的會中 分享 均衡社群的參與方法 或參與的特性 那 也來推廣社群 這樣子 然後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還有你的 Panel 喔對 這 九中團也有 也有爭取 這個 也有投稿Panel 那我們是以社群議程的方式 有兩個比較不一樣的主題 那我先口頭分享一下 第一個主題是 八月三號 上午跟下午 是以剛才像 第一個成果報告的 專案提到 AI GRAND 就補助繁體中文的 語言的 語料的 算是 研發 或者是累積 所以上午呢 會有 AI GRAND 這個或者是 甚至是AI的相關的 論壇 蠻多的 不管產官學的 角色 我們邀請來一起語談 那 會有 依莎貝來主持 來 大家談談看 這個聖誠士AI的 在台灣的 開源生態系怎麼做 那下午會有六個專案來分享 所以像剛才提到的那個 AI的教學實驗室呢 也會在下午場 有更細緻 很基礎上的資料集 在Hugging Face的成果 那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那第二天 八月四號下午 是 九中團也會在 社群議員會辦一個 是 俊一黑客松怎麼辦 怎麼舉辦 或者怎麼往下推動 這個是比較開放的 所以有點是 邀請大家來想想看 社群做黑客松 還有沒有什麼想像 或圍運的方式 我要再廣告一下 那個 就是Cost Club 這個早上和下午的論壇 我們邀請到台灣 真正有在做生成師AI 研發的老師們 還有開發者 包括這個 蔡宗翰老師 他是FindTune台德的老師 然後還有Peter Wolf 他們是用比較少的資料 開發AI模型的 那還有第二場是 有 吳俊欣老師 然後他是現在 精創計畫的策略長 然後陳寧志老師 是中研院的研究員 那他也是做空氣盒子的開發者 然後還有李慕淵 生成師AI大師 然後生成師AI 還有大勇唱整聯會的主辦人 然後還有這個 許大山博士 他是連發客創新基地的 這個 應該就是 頭頭 所以他是開發那個 BRISE 這個Open Source Ladry Language Model 所以很歡迎大家來 那我們會在這個 Open Source的這個 基調上面去討論 大型語言模型 還有台灣生成師AI 應該怎麼發展 那我們大家可以做什麼事 好 所以其實我們的提案 就是讓大家填完秒單 那應該今天 最後呢 欸不用說 其實還是可以 沒有到主席 還是沒有到主席 還是沒有到主席 好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 第六十二次 好 帶我去月球黑格松 的所有的內容 然後非常感謝今天大家的請來 耶 對 謝謝